我怎麼這麼短啊 大家好我是丁湯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昕 欸妳很會欸 為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拍那個嗎 嗯 妳都沒有介紹我 都我Lag了 但是我現在沒有介紹妳 妳竟然沒有Lag 來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要介紹甜點 我上次從歐洲帶來一個 超好吃的甜點 據說是歐洲 就是倫敦阿巴 就是整個大歐洲 比較大的城市都有的 超商就買得到的甜點 它叫做GU 啊不是工商啊 沒有沒有這麼厲害 然後買了兩個口味的 聽說真的超好吃 超級好吃 那為了 證實它好吃的程度呢 我會把 在台灣便利超商就是比較 就是順手能夠買到的甜食 然後一些很有名氣的 全部都買到了 好現在我去跑了一圈 大家看到桌上 有陳怡超欸 欸我覺得我會胖死欸 很陳怡超 妳不用吃完妳就試試味道就好 來我們來一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 我們先把台灣這些很有名氣的便利超商的甜點 好 吃過一遍 然後我們買的 我這個我先講最辛苦的 好 我買最久的 感覺這個就是最好吃的 我全部都沒吃過 但是我覺得這是最好吃的 因為我跑了五間全家才買到這個 看到嗎 這是全家的 伯爵巧克力餅乾泡芙 我跑了五家 喔五家 我跑了五家 我跑了三家 全部都沒有 你是走路騎車 騎車 好笑回家 不是真的跑嘛 就太陽餅裡面沒有真的有太陽 老婆餅裡面沒有這個 老婆芝麻餅裡面 好像真的有吃嗎 對 好反正 這個就是全家賣的兩個口味 一個是奶油 一個是巧克力 然後奶油比較好賣 奶油我跑兩家就買到了 然後這巧克力是在跑了五家才買到 你可以看到我所有東西都只買一份 但是呢 自己想吃 兩顆 不是不是我自己想吃 就是有那種 跑了五家才才找到 前面四家都被清空了 我也要把這家清空 我今天掃 我就出門前 我才知道我的那個 twitch的乾爹群問 我說大家有沒有知道什麼 是大家一致都推這個全家賣 然後我去找 真的也是找了五家才找到 好給力喔 所以感覺我感覺啦 這個應該是最好吃的 好 然後第二好吃應該就是這個 牛奶泡芙 那我照順序 我知道我覺得好吃的 雖然我都沒吃過 第三名應該是這個 全年的半月燒 這個 我看網路上還蠻多人推的 我覺得它看起來不是很美味 但是因為很多人推 我相信它應該是很好吃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 也是全年的 跑黃金蛋塔 這個也是蠻多人推的 我覺得全年的好處是 它全部都有欸 它貨蠻多的 比較大間 不會像便利超商 可能泡芙你看 有個雜碎去掃了兩個就空了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 就是 我本來沒有要買這個 但是因為我 有個乾爹一直說 這個真的超好吃 它強力推薦 這看起來很普通 然後這個 這我不知道怎麼算 因為它是在這個 兩個泡芙中間的 它就是雙色泡芙 然後做的比較小顆一點 我只是自己有點 好奇心爆發 不是我想吃 它跟大顆一路一樣 對 是我才買的 那你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沒有Seven的 我不好奇啊 因為你今天就是工商全家 不是 Seven me不要 不要黑我 我去問娃娃說 Seven有什麼 然後他給我推了幾樣 他叫做巧克力閃電泡芙 他說超好吃 我就拿照片 然後念名字給店員看 店員說 喔真的賣完了 然後我就跑去第二家Seven 第二家Seven 就說 我們沒有這個 我說請問你們是下架了 還是賣完了 然後他說 喔賣完了 又說賣完了 我要跑第三家 我拿給那個店員看 那個店員是店長 看起來比較精明一點 應該是店長 他直接說 這個下架了 前兩家店員是 傻逼是不是 還是我太蠢 但是我們之前賣完了 所以我就 嗯 老師我在跑一下 我就跑好幾家 還好我會遇到那個店長 如果我一直遇到的 都是店員在那邊 都是喇賽店員 跟我說賣完了 我們可以跑時間嗎 反正我們會先吃一輪 我們先試試 巧克力巧克力 照顫許來 從這個下好不好 全家的草莓 你捏一口我捏一口 你捏那麼大口幹嘛 我去忘了帶奶茶 我應該要把一邊奶茶在這個吧 好我們先到下一個 有什麼東西 我昨天想起 大學的回憶 有一沾沒一沾 我來給他一次機會 大家 我先做奶茶 給大家看一下 他連草莓醬都 都給得很吝嗇 非常的薄 我直接撕開最中間 看有多少草莓醬 看起來是 相當廉價的草莓醬 好吃嗎 滿分十分 數到三一起講 一二三五分 五分 他真的就值五分 並沒有很好吃 看來我眼光不錯耶 大家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名了 這個應該不算排名了 這就是來玩的 我覺得 我認為心目中的第四名 欸他可以熱食耶 冰鎮熱食都好吃 欸他這個有點醜喔 你看這個他翹起來了 這不是因為他沒擺好 這是我騎車有點震到 這樣好像比較剛好 你看還翹起來給觀眾看 這個叫做全年的金黃 金黃烤蛋塔 試試看 有沒有看到內餡 這個內餡其實滿綿密的 這餡很緊實耶 我覺得口感就很好 味道也棒 給個評價 煮到三 好我等你吃完了 我知道你會給幾分 真的嗎 你會給這個 我也知道你會給幾分 可是我會給這個 你這麼嚴格的嗎 所以我們不用倒數了 比七給了這個 我給了八分 你給八分 然後大家預計我會給七分 對我以為你會給七分 沒有我真的覺得這滿好吃 還是因為我沒吃過好吃的蛋塔 因為我之前吃的蛋塔 都是那種現場粗魯的 然後它那個蛋塔的塔皮 我覺得蛋塔第一個重點 它這個塔皮一定要酥脆 但是可能因為它包起來的關係 雖然已經整個都是軟掉了 就很像你吃冰淇淋的殼 是軟的那種 這個可能真的要有烤箱烤一下 第二個是 它的內餡雖然很紮實 有看到嗎 雖然很紮實 但是我覺得蛋塔應該不是要吃它這個紮實 蛋塔是要吃下去 然後你會覺得那種 化開在你嘴裡的感覺 就是你一咬下去 它會整個化開在你嘴裡 然後配那個酥脆的塔皮 軟軟的配那個脆脆的塔皮 如果有觀眾知道好吃的蛋塔 把它放在下面留言 我真的沒吃過 就是它應該不是這麼綿密 它應該是咬下去是那種很軟的 然後就化開在你嘴裡的那種 下一個這個 我心目中的第三名 半月燒 它哪裡是半月 現在變成科普影片是不是 半月哪裡是半月啊 你看像銅骨燒把它包起來 打個角度可以像半月 半月不是一個彎彎的勾勾嗎 你可以瞧一個半月的角度讓我覺得 你看鏡頭 我看鏡頭 這什麼東西 GQ把它玩 我發現了 你不要講很奇怪的東西 MAGIC 它這樣就變成半月了 是這樣嗎 它是因為把半月這樣喝起來 好像也不是啊 不是不是 那它為什麼要叫半月燒 欸 怎麼知道 觀眾要不然留言一下 它裡面好像是卡斯達醬 對 真的 可是卡斯達醬的味道 而且它 我剛剛有把它打開 它很 它很頑固 你看它這樣不會掉下來 它很黏欸 它是不是不會掉下來啊 糖啦 這能吃嗎 這好像在吃塑膠喔 欸它是不是可以熱吃 我覺得它熱的硬要很好吃欸 欸我們等一下把蛋塔跟這個都拿去烤一下 讓你覺得這個半月燒至幾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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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我們數到三一起變 好 1 2 3 7分 欸 蠻接近的 我覺得蛋塔比較好吃一點 這個真的 不怎麼樣 而且它一坨黏在上面 我覺得它比蛋塔好吃欸 可能我喜歡這個麵包 可是我覺得它裡面這個餡有點不行 因為我覺得餡應該是要吃起來也是那種 也是綿綿的 它是有點太扎死一坨了 好不好 就這樣 來 看看我們看看這個 究極牛奶泡芙 你對泡芙有研究嗎 有有有 我姐超愛吃泡芙 我之前還買過就是外面這樣 然後它有個用一個針筒有沒有 插進去然後把那個牛奶擠進去裡面 真的嗎 我還買過那種 先對焦 欸你看他就是對 之後就是狗狗欸 我就是講這種狗狗欸 就是剛剛那個 他這個沒有狗狗 那個半月燒 這個線 欸看起來好屌喔 感覺這種比較像人吃的 剛剛那個半月燒 一坨狗狗感覺不是很美味 好我想好我要給幾分了 對嗎我再吃一口 好那我們來幾分吧 好 五道餐 一二三 八分 你為什麼這麼嚴格 這真的有辦法這很香很好吃喔 不是 可是他是 他是好吃沒錯 但是就是 我對他皮的那個要求 就還是軟軟的 就畢竟因為他就包在裡面嘛 就是超商包在裡面 他不能現做 但是現做泡芙應該是軟軟的 看 最後一個 我自己猜 我自己想像中 台灣便利店 鮮食第一名 你覺得他第一名 講到那首歌怎麼唱 BGM來一下 來五四三二 登登登登登登登 是這樣嗎 那是畢業典禮嗎 喔 有沒有人會 不是 點心師會上 我們沒配好 你幫我配一下 剛剛拿出來的瞬間 好不好 好 他 比如說他好醜喔 他好醜喔 他有點像是粉紅那個玄武岩 玄武岩哪長這樣啊 玄武岩長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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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沒東西 有喔 有喔 什麼沒東西 流出來啊 沒流沒流 我煎好 這沒話說了吧 嗯 有點甜 他皮比較硬耶 五四三二一 你給九分對不對 欸 他真的幾九分 他真的很好吃耶 我剛才八點五 他就是硬要低我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他就是想要顯現 我的這個 對於這個甜食的標準 就是比你高 不是 因為我不像他喜歡吃太甜的東西 他有點太甜 他可能要配個茶 所以他不甜一點只有九分 對 不甜一點只有九分 不過很不錯了 還不錯 辛苦你了 我嘴巴塞滿 沒有辦法來講話 再來進入我們這種東西 來自歐洲 法國 巴黎 英國倫敦 歐洲各大超市 都有賣的 這叫做GU 我有查過台灣好像買不到 喔 喔 那是玻璃的耶 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是什麼口味 我也不知道 看起來就是巧克力啊 感覺是巧克力跟 檸檬 我直接打開囉 喔 這味道我不行 為什麼 很臭酸耶 不然我們吃巧克力就好 這個 我味道真的有點不行 他有三個 他第一層看起來就是 第一層看起來就是 第一層看起來就是像巧克力這樣 第二層應該是 因為像起司蛋糕還是什麼的 來你先 來者是客 感覺就是要一次挖三層這樣吃 他就上面那層很像台灣賣的一個巧克力 可是我突然想不起來 你喜歡 所以總結一下這個 來自歐洲的三層 各位太快 你給幾分 七分 我記得我給超高 我給九點五 因為你覺得很好吃嗎 然後我覺得太甜 他吃完那個 覺得沒有很好吃 氣到頭 對 我們這個是 補拍 補拍結尾 因為上次他的記憶卡滿了 然後我們換了個記憶卡 你這樣子對嗎 那一天是誰說 說什麼 說什麼 好那我問你 那檔案是不是你弄丟的 好是我對不起 是不是 好所以總結一下我們第一個那個 全年的蛋塔 我給八分嘛 你給六分 所以總結來平均起來就是七分 再來是全年的半月燒 半月燒我給六點五分 我給七分 綜合起來也差不多 再來就是泡芙 全家泡芙 我給九分 我給八點五 你也給這麼高 全家泡芙 全家泡芙有八點七五分 然後我們歐洲點九點 哇這好難算喔 七加九點五捏 十六點五 十六點五除以二捏 八點二五 八點五 然後今天的甜點冠軍 登登登登登登登 全家泡芙 欸是從上次拍完那支片 到現在補這個結尾 這三個月之內 我會去全家掃的五六吃火 可是最近去掃的 他們都出了解心口味 等一下起來拍 如果他沒有興趣的話 對所以你們不想看 我就不拍了 我有提外話 這這樣可以幫我解心去嗎 可以 就是丁特呢 他最近呢 想要做一些生活方面的 你會想看嗎 大家想看我拍什麼 記得在底下留言 對對對生活方面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最好是吃吃喝喝 整天都宅在遊戲裡 他太宅了 拜託你們趕快把他帶出網路世界 好謝謝大家 那全家泡芙巧克力一定要吃 真的蠻好吃的 去歐洲記得買那個 GU巧克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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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丁特加光線好好 所以我想要錄這一段 然後我以後如果有影片可以用 丁特是白癡 是否可以讓你跟著去 對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